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很难沟通 不说话还好 可能越说越让你沮丧 越说越让你难过 越说越让你焦虑 事实上我们没有去观察到的 很有可能是这个人 他从小成长的环境 也许在情绪上有受到某一种的打击或挫折 我们的沟通模式 包括我们的心态 包括我们的念头 很大的原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 对于一个曾经受挫的孩子来说 成长之后 当他看待这个世界 他就会觉得充满了危机 因为很有可能你做错事 很有可能你讲错话 你所面对的可能就是非常大的情绪的勒索 或情绪的压迫 所以对他来说 他一直处在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 很有可能你一个友善的举动 甚至于只是想要跟他开个玩笑 他都会觉得你可能是冲着他而来的 在旁边看的人就会觉得说 干嘛 做人不就轻松一点就好了吗 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进入了什么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由于台湾的整个经济环境 在我这一辈 我们的父母亲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他们都忙着为三餐打拼 忙着要受到社会的认可 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或余虑 去想说怎么样好好教育孩子这件事情 说得好的话 他只要能够以身作则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父母亲了 然而在当时的教育里面 他们并不知道长辈的言行举止 对子女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 记得我小时候 妈妈因为是单亲 所以带着我独生女儿长大 经常晚上妈妈出去忙 就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面 白天还好 晚上你就会特别去想到 那些虎姑婆的故事 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 我还记得自己 大概跑了好几趟 整个晚上我就一直战战兢兢的去看 我的门到底有没有锁好 生怕有人就冲进来 生怕有坏人来 生怕有魔鬼从窗底下冒出来 当我长期的处在这样的思维里面的时候 我怎么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是信任的 你可以想象 当一个人如果一直都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面长大 你要他转念 情何以堪 因为对他来说 能够生存下来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你要让他欢笑 你要让他乐观 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容易 因此念头这件事情 它是我们从小 在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 所灌输出来的 父母亲灌输我们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大概就带着那样的信念慢慢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亲认为这个世界是友善的 你很有可能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如果你的父母亲是认为身边周围的人都可能是要害你的 身边周围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要拖你下水的 可想而知对于这个世界的恐惧恐慌 甚至于小心翼翼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对这世界的反应 当我开始接触到转念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学到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很清楚的让我看到 原来我的思维才是真正让我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 记得有一年我那时候正要去美国去上个课程 那我先生他对于我去学习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非常认同的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人要出去一段时间的话 对他来说那个他就并不会那么支持我 所以那一次当我自己要到美国去上课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我找了大概有七天的时间 突然之间我发现另外一个老师当下的力量 他的课程在经过几天之后他就要开了 所以对我来说我只要去一趟 我就可以上到两位老师的课 这多好的事情 所以当我跟我先生提起的时候 他却冷冷地看着我说 难道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记得那天我正在客厅看着电视 然后当他跟我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讲完话就转过身就进书房去了 我突然之间我的心里面就有一团火就冒了起来 因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态度不是太好 你可以想象 所以当时我就看到我的整个背脊 我的肩膀就僵硬了起来 然后我甚至于都可以感觉到 我有一股冲动想要去跟他争个对错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难道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吗 因为言下之意听起来是这样 当下我就停了一下 我就问自己 就是我在学习转念的几个步骤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先问自己 我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信念才会让我这么生气 我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 结果我就发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 他不应该控制我 我的学习 我今天是个大人了 我想要学习 学习有什么不对 学习有什么不好 他凭什么要控制我 在当下我就问我自己 他不应该控制我 真的吗 这是当我在学习转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真的吗 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这一句话 是真的吗 是事实吗 我突然之间我笑了出来 我笑的理由是 这世界上有哪一个老公 不想掌控自己的老婆 就像有哪一个老婆 不想掌控自己的老公 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 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们两个人共组家庭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对方 他的步调要跟我们是走在同一个步调上 同一条道路上 然而事实上是 每一对夫妻 我们都会希望对方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决定 接下来在我的那个练习当中 还有一个过程就是 好 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想象说我先生是要掌控我 他不应该掌控我的时候 其实我整个身体是紧绷的 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 所以我可以想到好多的原因 理由 行为 口气 语言 基于这样的想法 他不应该想要掌控我的时候 我可以想到 我有好多种反应 都是非常负面的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自己的情绪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再来就是 当我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没有那个念头 说我的先生不应该掌控我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 一个很平凡的太太 然后在接受的是 先生提出了他的请求 他的要求 所以在当下 就当下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候 我的气就消了 于是我慢慢走到他的书桌面前 我就 我就问他 我说 你是 真的觉得我是 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或者是 你只是希望 我待在你身边 不要出去那么久 突然之间 整个空气凝聚了 他自己 都不知道 要如何回应一个 好好说话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他刚才的口气 可能不是很好 而他所面对的 却是一个 好好跟他 说出他 心里面可能话的太太 当下我看着他 大概有 二十秒钟的时间 我就这样看着他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因为在他的原生家庭 在他的工作环境 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的反应 通常会是自我防卫 如果我是用戴着生气的样貌 接近他的话 他本来所预备的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种防卫或者是反击 或者是冷漠 没有想到我却说出了他心里面的话 事实上他真的是不希望我会离开那么久 当我说完话 我也看到他不知道如何做反应的时候 我就转身 我就回到了客厅去了 坐下来大概十分钟以后 我先生就从书房里面走出来 他就告诉我说 你要去美国的机票我已经帮你买好了 然后到地点之后 车子会来接你到这一个上课的定点 上完课之后 车子还会再送你去另外一个你要上课的地方 上完课 我还安排了车子接你到机场 然后我到机场接你 本来很有可能 在当下当我听到我先生类似指责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内在的那股愤怒 绝对不亚于电视剧里面的八点档 但是就因为我停下来 我问问我的念头 看看我的念头的那句话 是我自己假想出来的 还是事实的真相 当我们可以安静下来 看看自己的念头 好好的去检视这个念头的真假 反过来 我不应该掌控我的先生 好啊 如果我觉得夫妻不应该互相掌控的话 与其叫她不应该掌控太太 老不如我不要掌控我的先生 而我不掌控她的是什么 她可以很自由地说出她心里面的话 而我不要指责她 也不要想办法要去羞辱她 不要让她住嘴 不要告诉她 她这样说是多么的伤我的心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彼此之间 中间的那个尊重怎么表达 对我来说就是好好说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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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